今日的ET个股推介就是香港电讯6823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族减选原因是 外围股市持续动荡 一旦美股调整力度加深 港股上升动力预料会减弱 面对美国加息步伐加快 环球息率向上 收息股息而减高息率和派息具增长性的股份 可以关注香港电讯 买香港电讯主要在本港提供 固网、流动通讯和宽频等的服务 对比起本港其他电讯股 它的业务组合更加多元化 以去年业绩计较画电讯服务收入占6.7 流动通讯占3.1 收费电视占1.3% 香港电讯自2011年上市以来 过去10年的股息 每年都有正增长 显示出它的银性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香港电讯2022至2024年 盈利分别增加4%、4%和2% 其内预测股息率分别是6.9厘 7.2厘和7.5厘 未来3年会股派息 复合年增长率 预料仍有2.6% 股价走势方面 以周线图分析 仍他上继续沿着中期上升贵发展 策略上 建议在10.3附近吸纳 以5月界高位10.9号6为目标 5跌穿3月低位大约9.8就止涉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Ravi回答大家的提问 1 ゆ的 翌一 7 恩 人 32 人 F